前幾天我去電影院看了臨時結案 她的題材雖然是犯罪 但我卻看到了親情、友情和愛情 梅蘭天是這場結案的主謀 但她卻是為了已故兒子想要的三千萬 她只想給兒子和妻子在最好的位置買一套別墅 阿慫雖然很慫 但在最後關頭她卻冒著生命危險 救下了梅蘭天 冰冰也為了去救她那個深愛的男孩 一無反顧地擋下了子彈 永遠地消失在了那個城市 我想這才是導演想透過這部電影給我們看的 人性中最美好的三種情感